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孙霞 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 能够唤醒内心深处的才能与前置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嗨 爱情就像手捧纱 抓得越紧流失得越多 我依然是绞尽脑汁为您促成美好姻缘的小红娘文文 同时欢迎议室与您四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你好 女嘉宾你好 受过那么多的苦 我还是那么年轻 我来自沈阳 我是刘国防 欢迎二号女嘉宾 温柔就是我的符号 我是来自沈阳的谭雅英 三号女嘉宾你好 风风雨雨的大半辈子 我就想幸福地过好我下半辈子 我是来自复兴的余风中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爱说话不是我的能吗 为了是更好的遇见你 我来自沈阳的刘凤敏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嘉宾都说 自己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 就想在退休的这个时候 好好的享受生活 但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就不会享受生活 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掌声有请的上场 您不在高 有财者零 你嘉宾看我行不行 欢迎您您好 您好 这有句话说 山不在高 有限者零 您是属于人不在高 有财者零 你啥财呀 是哪个财呀 我们叔叔啊 不光是口才好 另外那个财呢 是属于自己能赚钱 但是他有个优点 他不会花钱 所以他今天就来对了 就想找一个人呢 帮他持持家 我们叔叔来自本西 人也非常的善良 你要说他不会说呢 但是人缘还超级好 所以我觉得呢 又有人缘 又有双财 就差一个女士 以他为伴 是不是替你花钱 怪不得又零这儿又零那儿了 那本西有山高水长的 对吧 人节地零的 还可以 就是本西的 而且咱们男嘉宾长得这样 有点像卡通形象 看那小牙 多好啊 这么说吧 很对不起观众 特别可爱 他行 七十来岁了 也有这个气质 就是想错的 来吧 看看男嘉宾平时啥样 20820号男嘉宾何长彦 七十一岁 本心人 丧偶 本刚退休 有住房 儿子已独立 也许不会大富大贵 我要你一声安宁 大家好 我是能吃苦 爱干活的何长彦 他们都说我是一头老黄牛 但是我不是一个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黄牛 我从小就特别勤快能干 通常上班的时候 人人都说我是老黄牛 因为我踏实肯干 从上班到退休 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当时我的领导也很认可我 退休后我一直没闲着 找个地上做保洁 人就问我 老何你一月四千多块钱不够花吗 你挣那钱干嘛呢 小张编导啊 你可不知道我呀 一天不干活都难受 有老朋友问我 你这一辈子干活去不去 我没有什么爱好 我就乐意干活 干活是我的乐趣 如果身体允许 我希望每天还是有点事干好 人生只有一次 我不想浪费自己一辈子的硬核思光 当然有个老伴 我能换一种活法 爱的选择我来了 男嘉宾你怎么能干呗 到现在还有大伙 这个男嘉宾的择偶标准是 对方不要太高 你最起码不要高过他 男嘉宾你今天就是过日子 他不像心理 有的人六岁也没有他的 心理状态可能啥呢 是是是不像 不像 想看一看面试你嘉宾 对你的印象如何好不好 来 连线面试 男嘉宾你多高啊 一米六七 你是天天干活累的吧 咋的要累矮了 这个是个老个矮是遗传的 不是说干活就能累着 我也农村特别勤劳 这一号姐姐是尬聊 尬聊 没事找话行 所以一号女嘉宾 您看男嘉宾 你是从哪看出他比较劳累 是他长得沧桑啊 不知道了 太好的 就是还挺酸凉的 您多高 我一米六 一米六还可以 我一米六 我一百七十斤 挺好 一百七十斤那可有点特胖 我都没有一百七十斤 我才有一百四斤 那家里不得有个一百七的吗 我想问一下李嘉宾身体健康不 还行 这就可以 胖瘦都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决定的 是不是 我现在掉五斤了 掉五斤了 我一百七十斤 我都能照得出来 我的天哪 你这是长勺啊 你这可不是一般都会做啊 您算问对了啊 二号我们嘉宾想问一下 您会做饭吗 我做得不好一般吗 能吃晚餐是吧 能吃 就有这样一位哈 你别说你一个人了 十个人都能送过来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从一号问到二号 就没问出他啥缺点来啊 三号得你努力了啊 谢谢二号来 三号你好 男嘉宾您好 你给我认相真就不错 第一吧 我就看你就是很诚实 从语言各个方面吧 都能拿得出哈 唯独的我是很看重你 但是我认为咱俩的个儿不太那个 不太适应 要不得我真就看好你了 你如高啊 我一米六三 一米六三 一米六三跟我个儿也差不多 差不多少 差不多少啊 您觉得这个你嫌他矮是吗 我家姐姐我个儿是最小的 我家那帮姑爷子 都是一米八道搞个儿 反正我认为吧 这男嘉宾真就挺好的 就是在阿姨说的他说 叔叔一直在往上撑 你镜头里都能看到 你能往上拔的 往上拔个儿 我眼睛里吧 很不揉沙子 看真就挺好 真就挺不错的 你这个个儿的事能绕过去不 就说能 就说他即使是一米六七 我也想了解了解 有可能往下发展 有可能没有 能聊聊吧 能聊聊是不是 我那是男孩女孩啊 我是男孩 我是一个女孩 我那我也有双脑 谢谢三号 那个主持人下午好 你好 男嘉宾下午好 你好你好 男嘉宾挺优秀的 挺实在的 是过日子人 你是最棒的 给你点赞 男嘉宾适不适合您 第一印象如何 还行 还可以 就慢慢往后了解呗 行行 好第一轮连线结束了 男嘉宾你要从四位当中 首先要选择出一位 先上台来和您聊聊天 这样我们二位 可以帮你做一个参考 男嘉宾的这个喜情劲啊 这个爽快劲啊 特别打人 所以你的这样的 一种表达方式呢 咱们四位姐姐 对你都赞赏有加 一号姐姐呢 虽然体重 有点这个超重 但是呢 人家也是特别欣赏你的 包括二号姐姐 都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个头上 比较纠结的 三号姐姐 是吧 差了两厘米 差了三厘米 你也纠结 她也纠结 但是呢最后呢 你也觉得见一见挺好 因为闹得比较爽快 另外呢 四号姐姐 那喊口号喊的 就是好 你就是最棒的 是吧 所以呢 没有别的更多的评价 就是最起码感官的印象 对你就特别感兴趣 热情度来讲 三号和四号 热情度要更高一些 反正不是我的菜 不是我的喜欢那类型的 我就直接从性格上 匹配一下 就是我们的三号 是和你是最匹配的 别看她说 我觉得她介意这个身高 但是你俩的性格在一起 真的就是一对开心果 因为她也是爱说爱笑的女嘉宾 你比她高三厘米 你也比她大三岁 无论从年龄 还有你们生活方式 你俩都特别的对等 如果真有机会 你就选她下来 我觉得身高真的不是距离 聊上之后 我相信她对你的感觉 一定会非常的好 但在男人当中 她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恶习 这样好 太可以 最好 好 那么男嘉宾会选择谁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品质德行样样都好 就这个身高不太逃脚 那我俩就差个儿 其实这年龄呢 个儿不是主要的 叔叔 往上拔一拔 你别说你俩挺般配 男的不选个儿 退休之后还把工作长 女嘉宾直呼 接受不了 说周一到周六你是保洁 周日是门卫 这点享受享受多好 我都退休 所以说还干嘛呀 就是不同的人 都找不同的乐趣 二点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 帐风是我们青藏高原 独有的风种 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 蜜也好 蜜才好 野生的高原蜜 一年只割一次 都是成熟蜜 青藏高原 天然高原野花蜜 难以走出高原 蜂蜜丰收 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高原无污染 有着扯扯扯的化海 和造药植物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我们采的蜜 都是忍辜背出来的 这么好的蜜 却走不出高原 高原上 荒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 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 做合作说的 我们不会营销 蜂蜜大部分 卖给了我们本地人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走出高原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 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 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 带出高原 本南部联合高原丰盟合作社 将正宗高原野花蜜 以会员体验价销售 正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走进高原野花蜜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 这里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听说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家品蜂蜜 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 路途非常遥远 所以这么好 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 却运不出去 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 也不知上哪去买 所以本期节目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 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蜜 同时含有藏红花 红景天 也当身等多种青藏高原 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 这也是高原蜜 称为绘百花之精粹 香自然之恩赐 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风 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 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 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 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之更一次 单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 取之于自然 人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 色泽金黄 口感清新 蜜汁浓郁 百花之香等特点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99元 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今现前30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6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退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退 无理由退货 满意再付款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男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我选三号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我有一双小手 就是当我手里饭菜 我做的既好吃又爱吃 我想男嘉宾如果要是 贪生这样一个好女人 是一生最幸福的 我是来自父亲的余凤蓉 好 欢迎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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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上来一下 妈呀 上上来去了 有两个腰吗 您这个是做法好吃 是自认为的呀 还是所有吃过你家饭菜的 都觉得很好吃 所有吃过我家饭的 就是到我家说的 说的这平常挺普通的饭的 怎么这么好吃呢 就您做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开一个小吃部 开一个小吃部 现在还在开吗 现在不干了 干不动 已经不干了是吧 男嘉宾做菜也非常好吃 这你家 那就 PK一下 然后 对 她给我做 放完过来 做一道饭 我给她做一道饭 这个人她感年轻 她爱劳动 她不闲着 她没有恶习 她就年轻 断练 怎么断练 有恶习的人 不是做的 就是躺的 就不勤劳尿 你家宾想问一下 一般 就比如说认为自己做饭很好吃的 都会吃惯自己的味道 别人做呀 吃不惯 我有那感觉 有那感觉 就是我做最好吃 别人做都不好吃 我就是一般从下 只要我在的话 我就不用别人做了 是吗 其实你做的玩意我也不爱吃 别浪费粮食了 所以你能说你挺挑吗 我挑我是不挑 但是我这个人嘛 性格特别那个善良 她俩都很善良 我认为世界上就是 找我这样善良人就没有了 那你善良一会呗 三厘米身高差 试试距离不 那我俩就差个 不 不挑个哈 她俩还行 你俩站着来我看看 你俩都差多少了 二位来提近一点来 看看这就一点高 你看 哎呀 那你也刚好这样的嘛 那一天 你从他这么难以为 那你不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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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起码没移民 她穿高我行吗 她穿高我行吗 她穿高也这么高 我今天没穿高我行 叔叔往上拔一拔 高万能高这些 那你不嫌个 你别说 你俩挺般配 没有说的 你师傅怕说有一天领她 这时候新找的老伴别说 太矮了还没你高呢 是不 还怕别人这么说呀 我不怕 这这岁数的怕啥呀 那你有啥顾忌啊 这三厘米啊 没啥顾虑 没啥顾虑 其实这一年龄呢 个儿不是主要的 有个儿再高才用啊 没有用 站住吧 先看看女嘉宾的短片 了解一下她好不好 好 20484号女嘉宾余凤容 68岁 父亲人 丧偶 国企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女人先要爱自己 才有能力爱别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梅电之城 父亲的 我的名字叫余凤容 今年68岁了 回顾我的前半生 真的太不爱自己了 从单位下岗后 开小吃步 卖过鱼 卖过菜 我的生活很辛苦 半夜两点多钟起来 就到菜市场批发菜 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为了女儿我俩的生活 为了生计 为了抚养女儿 可以说 很多男人干不了的活 我都做过 当时幸亏有个好身体 忽然就扛不下去了 现在我退休了 女儿也成家立业 不用我再操心了 我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享受享受晚年生活 我是一个会做饭的女人 我做饭可好吃了 就是很便宜的菜饭 我一助手做上就是很好吃 省下来的时间 就是跳跳广场舞 现在我才懂得 生活是用来享受的 而不是做生活的奴仆 老人的晚年更要学会放下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我要通过努力 让生活丰富多彩 可是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难免会有孤独孤单的感觉 甚至觉得身边少了一个 陪伴我的支持我的那个人 爱的选择我来了 好 接下来女嘉宾在跳广场舞的 男嘉宾跳广场舞的 男嘉宾跳广场舞吗 我不跳舞 我这个人吧 就是这辈子 唯一最方便的 我有五元 我觉得阿姨 你找到一个这么活跃分子的老公 你说你多幸福啊 那接下来呢 彼此打个分数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我也打100分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男嘉宾给你打99 好 接聊请阿姨 谢谢 好 接下来慢慢聊也请 嗯 对 其实不错 但是你得跟她打一个不了 我们宽儿子女退休的 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就是石会 就福兴旷 福兴旷物局的 你现在有住房吗 我有 个人担住我 是和孩子来一起 我自己担住 我三楼 七十平米的楼 我是一楼 我住的是 就是 因为这么的 这个年龄啊 往来住一楼比较方便 一楼挺好 还行吧 多少平米呢 我能有不到六十平米 外山是好城市呢 也行 因为我反而也没啥事 对 偶尔打都是假 对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 男嘉宾的感情中历 我和我的前妻 大小是邻居 杨小五川感情挺好 我记得他小时候什么事都找我 翻了村还怕父母教育他 他都会叫我帮忙扛上 就这样我为他遮风掌雨 从十岁到六十岁 我们一起度过隐生最美好的年华 但后来他得了孩子 离开了我 后来老伴去世以后 经过别人给我介绍 14年我要找个老伴 虽然我们没领证 生活起来也合法 非常幸福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 可以相复走过后半生 但是由于我性格太要强 一直都在外边打工干活 缺少对他的陪伴 沟通过 沟通过 沟通过的结果是什么 沟通过结果我没同意 为啥呀 因为天天在家带着 没意思 他也是一个勤俭的人 每年出去旅游两三次就够了 我要是因为陪他玩 把工作弄下 那除了出去玩 剩下了三百多天 天天在家带着 我真的受不了 我这样的想法 余嘉宾们你能接受吗 俩儿子 俩儿子 就男嘉宾 您是觉得 咋呆呆子你受不了是吧 我这个人哪 这辈子就是 就是干活的命 享受享受多好啊 都七十多岁了 还干嘛呀 就是不同的人 都找不同的乐趣 我就干活就搅着有点乐趣 我身边这些人就包括我的儿子 就是也都不抽烟 不喝酒 也不玩牌 我连打麻将我都不会 不会你来家带着你 这一趟哪一趟你退休了以后 这一趟哪一趟走 搅着太没意思了 完了回家你看看电视 看一会儿就困了还睡着了 感觉你等应该睡觉的时候呢 就睡不着了 干点有意义的 就是做点有意义的事 要唱歌了 帮助帮助别人 有勇了 有勇了 这一天就是 睡着 出来都干活呢 您现在什么工作 当清洁工 清洁工 就退休以后吧 他那趟照片 照片我就去营照去 结果到现在一直来的干 你打算干到啥时候 干到什么时候 这个就看各个方面呗 一个看用人单位 看我身体能不能行 他的用我 我就想干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原因的 因为我们叔叔的儿子和儿媳妇 原来有一份工作 儿媳妇有份工作 是一个月一千五 但是他的孙子 就没人照顾了 两个人工作之后 孙子总是安排到 他儿媳妇家的姐妹家去吃饭 所以呢 我们叔叔就心疼孙子 另外他爱人临走的时候 还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孙子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是他的一个义务 所以他承担起这个工作 然后多赚点钱 让他儿媳妇呢 退下来就照顾孙子 是吧 看什么 那钱得给啥 我是告诉他 我说你来那啥 一个月多钱 他说一千 一千三十百块钱 我说你回家带去 我让我一个月给你一千五 你把孩子照顾好 所以你打工一共挣多少钱 加上你的退休金 退休金 五千多块钱 五千多块钱 要拿出一千五来给你的儿媳妇 对 这是固定必须给的 是吧 我要用我承诺过 私家老姓同样 这两千都给儿媳妇 比如说你家还上学了 你的儿媳妇脱出身来了 她出去已经挣钱了 这一千五还给吗 那下再喝几杯 到时候再说 是吧 您现在的工作时间 是从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 我是七点到现场 完了五点 按正常来讲五点下班 下班了 有周六周日吗 周日我看门尾 周日我看门尾 你还有个活 不是 就是来这啥就看门尾 保洁连门尾 就这么安排 安排的 说周一到周六你是保洁 周日是门尾 是吧 嗯 多累了哪钱 能得喂你吗 不可能 他那个享受不了 三好你家宾我想问一下 你能接受得了吗 他天天上班 周一到周日 你这个孙子 一礼拜三你家得来几趟啊 我孙子 我孙子就是 因为他上学 现在小孩学习吧 也挺累 他不经常过来 特别党那孙孩的女 这踏实的孙子 家来不得寄了 他说给一千年 没有 问呀三号 他天天上班 你能接受得了吗 你为什么问他孙子啊 你怕孙子到你家生活呀 那要孙子 你再给他钱 那孙子再给你搁身炸五的 连儿子带着血 再长到你家 那他不来就走 那你能接受他天天上班吗 上班身体好 上班我是 我人家我要身体好 我现在还想上呢 来小姐看看 民事女嘉宾怎么看 男嘉宾好 你好 你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你这个年龄了七十岁了 还这么为了儿女 还这么奔摸 你现在为了儿子 那啥 你在为了孙子 你知道谁跟你过日 怎么能受得了啊 钱钱花不着 时间时间给不了 人儿人儿赔不了 能舍得一个月舍得十天 出去旅游去吗 能请假请那十天 往出去旅游去 能请假请十天 你也舍不得呀 你这么敬业的人 他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吧 就是有不少 就是上了年纪人 对这方面都业注于旅游 就是祖国的大好和山 这个我们需要欣赏 但是来讲呢 也得量力而行 人家问你有没有时间 现在旅游都不算太贵 时间到时候 要是真正的 要是老伴乐意跟我上哪去 我可以跟单位请假 单位领导 他也挺关心我 那你三天两头的能请吗 就比如说你这个月请十天 下个月再请十天 他是那么深的 你旅游 就咱们这个 这些收入 还能老出去旅游啊 一年半半 一年能出去两三回 这就是我看差不多多少了 那你往远走行不行啊 我远走你这个 这晚上怎么说你 我远走你到那边生活 习气各方面 你咱都说 咱们来东北 从小长大的 你要到南方去 就那个也是咱们都吃不习惯 你这么大年龄了哈 还这么敬业倒可以 但是晚年了 你还不你还要找老伴 你还不想享受享受晚年 你不陪伴不能陪伴 那你还找啥老伴啊 那你就各家为了孙子 好好那啥 儿子完事来为孙子 孙子完事来从孙子 你有头没头啊 找不找老伴 找找老伴 没啥意思了 我告诉你 儿孙子有儿孙府 你给他太多了吧哈 那他就没头了 如果有一天你咔一下停了 你找老伴了 你老伴说得别给了 咱都七十多岁了 还搭儿女 别给了 你儿子能生气 不一转头 我的妈呀 我爸之前给我一千 我现在不给了 拉倒了 以后别说我不管你 这是民主给的 按照你还得 咱咱也得头没给的 按照 就是钱财是省外职务 我对这方面 虽然是 刚刚我对这方面 你看我穿的 都是很普通的 看他穿带你能收的 是的 这俩是穿带 你看手怎么 背的包都是 这衣服最起码都是儿子减儿子的 这多少年了 现在衣服多便宜呀 你这天是不是应该穿个背心 十块十块 我想问一下三号嘉宾 男嘉宾每个月搭孩子一千五 这事儿算是 他找老伴的路上的一个半角石吗 我感觉吧 就是给孩子最前 就是名字是一千五 我那就是你开支之前 真要是说得过日子 你掌握的话 你害得有份 所以说对吧 害得给 所以说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 只要是咱们牵手 尤其是家庭的事吧 互相之间沟通 目前看我身体挺好 要是挣这些钱吧 肯定满足你够的花 人就怕的事是七十岁了 他一点会说 七十岁了 说讨就讨论 说不行就不行 身体零度价都熟透就刮了 你算一算 给我花这钱 问你大叔你买菜啥的 那花 就这钱肯定够花 就是我找那个老伴吧 他也对这方面吧 他也挺满意 也挺满意 第二个那走 那都一不就是 不能走 他还给玩儿当工 那女的给玩儿当工 钱得得不到人家 得不到人家 得不到人家 得不到钱 你指他 你指他 他能十天 十天陪你六个玩儿 他说什么 他那个吃喝要高价 咱们不说吃太好的吧 差不多的讲话 他四千我跟你说 他自己能花一千 他自己一千都花不了 五百以后都花不了 我们叔叔每个月是 挣退休金是四千五 其实也蛮高的 自己再加上一千多块钱 总共是小六千块钱 但是呢 我刚才也同意三号阿姨 就是你知道 不管你挣多挣少 我总感觉 你就即便你挣四千五 你还搭你儿子儿媳妇一千五的话 你剩下那三千 叔叔你舍得 你俩人一起用光了吗 你是不得偷偷 还得给你孙子攒钱呢 日常生活 也就两千多块钱 就能差不多 你自己还想攒点儿是吧 要攒点儿呗 攒点儿他这个 这眼吧 就是你现在身体挺好 人都得生病 到时候生病先拿出来 两个人看病 他不也是一病 不行了 他攒他自己过何强 不是给你花的 对 万一给儿子有病给我看 不行啊 儿子要有病给你看好 老伴他能给老伴看吗 你不反应 后续的 不行 就你还想给你孙子攒一笔钱不 除了给他一千多块钱之外 将来还有计划 给他攒点钱 再给他一笔钱不 你有这计划没 那个可能是 就是目前来想是没太能力了 那我觉得还好阿姨 我死了 你不给不行 这很奇怪的 那你媳妇的病给他承诺了 都拿走过 那不了事也不得了 对啊 你就找老伴 就找老伴吧 儿子他妈没有老伴 说阿报 你那桑拉费你都得不着 你白吃多 得不着 你儿媳妇查过来的 除非你登记能登记 谁登记不行 登记了不着 妈 你这很远不给你 其实就是这个事 就是男嘉宾挣的 出去挣的那个钱 给儿媳妇拉 人家工资卡也没咋动 动也动个几百块钱 对 你说你别干了 说不你回来 他也就工资卡那些钱 所以就说 如果你不建议他出去打工 那这份钱呢 给谁都无所谓 对不对 你就说你别打工了 你回家你天天陪我来 他的工资卡就是4500 你要出去挣钱呢 他的工资也是4500 你说4500 如果叔叔不打工 4500拿出1000多块钱 剩三天来的钱 那其实收入也挺高 也够用了 如果这个 剩下这一部分钱 太大拿着 你要略当家 我就要你当家 他去买两把菜 剩下的缝大留着 那不行 其实女嘉宾好 说到这儿 就是男嘉宾 你担心的那个肯定会存在 他拿出一笔钱 来资助他的孩子 相信这种惯性 一定会坚持下去 任何人和他在组建家庭 他也不会阻断了 对他的孙子的资助 他的那些钱 如果两个人共同来支出的话 他肯定是要自己 有一定的支配权的 对 如果要是完全 让另外的老伴来支配 他的这个工资钱财 他肯定是不 作为男嘉宾来讲 他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如果要是要走进他的生活 肯定是不时间 就不要有过度的 这样的一种奢望 但是我想和大哥说的什么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就是当你的工作 和你的家庭陪伴的时间 出现一定矛盾的时候 一定要规划好这个时间 工作一定要充足的时间 陪伴家人也要给他设计好 你这样的话 才能够工作生活两不误 还有啊 你要是打工你找不着 你要是不打工 回家带养老 开心去找个打个伴 而且我感觉这个关系好像烦了 因为在七十岁的年龄 我说不好听的话 你都应该开始赡养父母了 对不对 我父母一个月 我给个八百给个一千的 这是我的一个责任 要赡养我的父母 您在七十岁还在到达 这个就有点换过来了 你年轻小 是你的老伴给你留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但是我觉得人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 他去世他走了 但是不能把这个责任压在个七十岁的老头身上 是吧 他最重要的还得是他的父母 遇到困难了 孩子自个儿先去解决问题 就您现在是行了 您跟他一家 斩点一块儿 我拿出一千五可以了 但一旦成家 您有自个儿的家庭了 您再从那腰包里再掏出一千五 不管一婚还是二婚 我们对方都得有点想法 是不是 啥整 无奈 无奈 也难整 是吧 来吧 接下来你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男女嘉宾一见钟情 一声亲爱地喊进了女嘉宾的心 我说亲爱的 这个粮食是宝贵的 他哪行的 年龄差不多 因为我两口都不分彼此 男嘉宾脾气太好惹争意 密室女嘉宾说他娘里娘气 你干 你喝点水饭 你这炒着嗓味嫌干 他做的真的太够格了 哪个女人嫁给他真的是很幸福 那就没有男的呀 对 男的要杨要杠 男的必须有杨杠自己 对 他的选择稍后我们接着看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 有营养还好喝 你看 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倒出来呢 是浓稠浓稠的 闻起来呀 还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 关键是不吼嗓子 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 就订了一箱 一吃啊 还真不错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这不孩子也说好 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不要吃 太超值了 足足有六斤重 这机会太难得了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风农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99元 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金线前三十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六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高原无污染 有着尘片尘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 这么好的蜜 却走不出高原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 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 绝不参加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你直接退回来 我派你十瓶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风农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99元 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金线前30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6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退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退 无理由退货 满意再付款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走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去得了痰 去得了痰 震得了壳 震得了壳 停得了喘 老漫之 老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走 来吧 让今天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你家庭的感情经历 过了大半辈子才明白两个人过日子彼此惦念 彼此温暖 彼啥都重要 大家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我也和每一个女人都一样 渴望和自己爱人一直到老 我离婚三十多年了 我前夫就是那个性格太古怪了 脾气太大 当初我与她结婚 其实是看中了她的家庭 我的公公是当地刑警队的队长 我以为她能折风当雨 没想到我的风雨都是她带来的 爱酸脸子脾气相当古怪 她对我没有关心 只有冷漠 她从来没有帮过我一下 每天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 锅里只剩下一个凉豆包 我的幸福不会缺席 所以我要找一个懂我爱我 关心我的人 你是我要找的爱人吗 可以说女嘉宾 你在之前的婚姻生活当中 从来都没有感觉到 妻子被呵护的那种 没有 从来没有 太不懂事了 所以说我感到这个男嘉宾 特别懂事 三好女嘉宾我想问一下 因为之前你家里 我能说鸡炒鹅豆对吗 天天 打不 动手打不打 她就是害酸脸子 就是不点有事 磨叽磨叽完了就开始 生气了 叮光就是锅给你凿了 钢给你凿了 玻璃给你凿了 包包饺子 敢不让掉地下来 捡起来了 完就开始骂 把脚都一揉起来 都一揉起来 她是说之前就这种性格还是 就是一直就这性格 现在她也是这性格 跟贼过搞多些个了 说这啥人呢 太不正常了 就是过不了 脾气暴躁 不懂事 就是不懂事 那你觉得找对方 是属于对方性格更重要 还是工资卡更重要 她就是心疼我 爱护我 就是同情搭理 没有那么多坏毛病就行 那我们替您问问 咱们男嘉宾您性格咋样 看着了一看就挺好 懂事 咱说对妻子重情重义也算是 是吧 妻子说完一句话 怎么苦怎么难 我能扛 妻子最害格扛的 她挺懂事 是吧 男嘉宾您这一般生气是啥样 我这人吧 很少生气 就我原来的老伴吧 他性格不算怎么太好 那个我跟我儿子 就咱们一杠上的楼 那个路边都没收拾干净 也没铺油板路就是迷 有时候下雨天进屋 到时候就给那个鞋 那迷都得卡死掉 他有时候咱们卡死 就卡死不太行 就生气了 不太行咱们进屋 老伴拿起来鞋 就给愣出去了 我说别愣别愣 那他自己出院就找不去 那你当时他给你鞋 你没脾气吗 没脾气 这老头脾气是好 脾气好 就是咱们的 他跟我吵吵吧 我给他倒点 倒一杯水给他送去 我说你喝点水吧 你这吵吵嗓得咸干 他就突然瞅我笑了 他笑的时候挺幽默 所以如果两个人 遇到矛盾的时候 你是非常懂得 如何化解的是不是 咱们的邻居都说 一路吵吵 老听你媳妇吵 你怎么没动静呢 所以他总出去打工 不愿意上班 你可能愿意出去挨泪 不听觉到 各有各的你看 我说咱们的媳妇哪是吵吵 那是给咱们做报告的 上课呢 是不是 因为人家叔叔之前的爱人 周围都可羡慕他媳妇了 都说找了一个好老公 然后宠他 爱他 其实我觉得三号阿姨 你不就是想找这样性格的吗 我觉得真的给叔叔叔大拇指 他做的真的太够格了 哪个女人嫁给他真的是很幸福 我觉得阿姨 别的都是外界条件 如果说你能找着一个性格好的 对你好的话比啥都强 那不行 那男的必要 那就男的 那就没有男的 对 男的要杨要杠 男的必要杨 对 男嘉宾跟我认相就是 就是很懂事 不是一般的懂事 我认为这一点就不用再提了 他的性格了 文言出事了 懂事了 非常好 他俩行 年龄差不多 你在生气的时候啥样啊 我在生气的时候吧 我那时候和我那个对先生生气的时候 我想走 一走了你就别想回来 大门他插上来 你就别想进来 我就去上别人家出去 我想躲着他就会 我得拿张纸走 我说上厕所 你看他现在放你出去 要你出去都别想出去 原来都其实早不得了 比他讲比较 现在一回可不能再凑了 逃走苦苦 我不能再入拿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男嘉宾特别爱他的妻子 因为他刚才他说了 他所有的回忆 全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幸福感 但是如果这种情分的根基不牢固的话 那肯定了 那就是你想怎么的 一定要背着你去做 所以呢 就是说 对于再婚的老伴走到他身边的时候 不要硬掰 他之前的这个想法 掰是掰不过去的 您现在要往前看 就比如说 现在您跟三号女嘉宾 真的是牵手在一块了 您会像爱护你之前妻子那样 再次的爱护你这新牵手的老伴吗 爱护你就不必 我就肯定从内心里 就是全心里投入 如果咱真的啊 咱现场考验你一下 这个比如说 媳妇吃饭送饭晚了 啥子 我说 我说亲爱的 这个粮食是宝贵的 所以呢 自己吃多少成多少 尽量背生 好 如果你要吃不了的话 你可以事先生病博给我 我是不能浪费粮食 就有一句话说 他吃不了你会帮打瘦了吗 一把你来咬的就是也可以 因为两口不分彼此 三号女嘉宾男嘉宾表现得咋样 我认为还可以 但是我就是担心啥呢 担心以后过日子就是说的 为啥说的女人不爱狗 带男孩的 男孩吧 多些都 她都认为你这个当后妈的那个 苛刻 做的不对劲 女儿照顾你 真照顾你 真死的给你画 就像我死的 我妈画我 我爸画那我都行 女孩她自己都想填背我 都想给我买件衣服买个啥呢 但是男孩就不行 男孩有家跟着 男孩有孩子 女孩就认为给我花的 你看你咋给他买个金戒指呢 那不搬家了吗 有那钱你给孙子买吧 他自己言外之意也有这个概念 你说这个 就是有点太片面了 就是你所想象的 就我那儿子也是不好找的儿子 其实我跟你讲啊 叔叔刚才那个说那句话 评价你太对了 太片面了 就是他邻居都说 嫁给老何家 他姓何啊 老何家的女人 做老何家的媳妇都好 就从他父亲 就叔叔的父亲开始 人家就对人家妈妈好 到他再到他儿子 都是对媳妇好 特别尊重媳妇 而且是特别心疼女人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刚才也想到了 为啥说他不让他儿媳妇工作 然后就是照顾一下他 他们家风就那样 不是说儿媳妇硬强加于他 是我们叔叔也愿意这么做 儿子也是这种观念 包括他之前那老父亲是这种观念 他家老何家老何头 不带对媳妇不好的 其实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 如果你要是想着女儿总是这样的贴心小棉袄 那你从另一个角度想 那女儿是不是插和你们的生活要过多呀 是不是啊 儿子呢可能插和的要更少啊 其实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你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刚才男嘉宾说你就是那你想出来的 其实往往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如果你自己已经先入为主的话 你就会认为那个人他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换一个角度你会感觉到豁然开朗 人家男嘉宾也说了 儿子也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 所以说不管对方是儿子啊还是女儿 我觉得都需要动一番脑筋 想一想如何把两个家庭融入到一起 好不好 来吧 有请二位来到身边 来 请 这男的一直干到 舒华宝兵的干到 来吧 非常感谢女嘉宾 咱们一会儿见好吗 再见 来吧 男嘉宾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男嘉宾啥眼睛让台上台下震惊不已 就是再有负担你也得往前走了 我觉得你去捡个宝了 女嘉宾择偶要求多 男嘉宾听了笑呵呵 我发现阿姨哈择偶标准特别赌 小手爷爷是谁呀 你是正常哥不 你的呀 不是 大家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 有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闻起来呀还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 关键是不吼嗓子 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就订了一箱 一吃啊 还真不错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这不孩子也说好 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 主要是太超值了 足足有六斤重 这机会太难得了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风农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 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人家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99元 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金线前三十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六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高原无污染 有着沉片沉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 这么好的蜜 却走不出高原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 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 绝不参加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你直接退回来 我陪你十瓶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风农不为赚钱 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 知道高原蜜 吃到高原蜜 人家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会员体验价99元 买三斤送三斤 每期节目金线前30名 您没有听错 就是99元6斤 机会非常难得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退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退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 退 无理由退货 满意再付款 九传九企 还没好 全家跟着都哭呢 真装饰 九传九企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喘喘喘 喘喘喘 喘的浑身没有劲 憋得上不来气 九传九企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咳咳咳咳 咳得头昏眼花 倒人口 咳得全家不消体 九传九企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斤鲜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牛 九传九企 还没好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好书宝盘 黄金牛交完 来吧 男嘉宾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我选择四号 四号女嘉宾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一请四号女嘉宾 我希望我们两个走得开心快乐过来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凤敏 好 欢迎您您好 好 主持人好 下午好 来 认识一下 男嘉宾下午好 你好 你好 来 请二位来到我身边了 有请 他俩伴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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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想问一下四号女嘉宾 您在密室里的时候 看到咱男嘉宾的第一印象咋样 挺好 挺好的 听到他和另一位女嘉宾聊天了 对 你就聊的过程当中 你是属于给他加分了还是减分了 给他加分了 哪一项给他加分了 就是 是个真心过日的人 嗯 就是他现在还在外面打工 您支持吗 如果真的要是在一块 不支持 如果他真的不打工了回来 但是要从自己的工资卡里拿出一千五 给孩子 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 那他出去打工 工资卡不动 把他挣起钱给儿女 能接受得了吗 不接受不了 实话实说 如果不打工 他回来 工资卡里边的钱也不给儿女 可以吗 可以 赶上有儿女啥有大事的 那都行 知道不 看来女嘉宾是一个倔强且有故事的女士 咱慢慢去了解 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0858号女嘉宾刘凤敏 67岁 沈阳人 丧偶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岁月静好 是一个凡事看待的女人 大家好 我叫刘凤敏 来自沈阳 但我不是一个清冷的女人 只不过很嫩向不爱讲话 一字不 拨来不仅是我的性格 因为性格的原因 我不喜欢跟大家交流 每天我最喜欢打理家务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玩了静静心心的看电视 经过前一段特殊的时期 我越发的孤独 连我这个宅女在家都待不下去了 我就加入社区舞蹈队的队伍 每天跟漂亮的女士一起排练 我的心情都变好了 一周我去上社区排练节目 两次 参加这个社区舞蹈队 少数民主舞蹈队 我平时可以上我姑娘家 还有在我家两头住 我想找一个有房子的 靠谱的男士为伴 你选择我来了 男嘉宾这个业余爱好 只有一个广场舞是吧 还可以吧 有时反正我不会唱歌 但是跟朋友有时上歌亭唱了歌 如果真的是有老伴的话 您还继续跟朋友们一块玩吗 那肯定的了 不会放弃 是不是啊 对 我希望我找 跟我有共同爱好的 穿一袋包各好一套 他喜欢的 到时候要是真正在一起了 我也支持他 我发现男嘉宾是一个 特别通透的人 而且是充满了活力 这一点特别难得 做得不太通透 还得是坚持出去上班 就真有一天说 不让你去了 可以不 不让我去也行 陪陪老伴 可拿溜达溜达 这玩意也是乐趣 也是乐趣 是不是啊 来吧 见面了 打分数吧 给你嘉宾打分 我打100分 这分就到了 你嘉宾给男嘉宾打分 接受8分 来 今天有请二位咱们继续慢慢聊 来 有请 你几个孩子 我一个孩子 你男孩女孩 女孩 女孩 都有工作了 都成家了 45了 45了 外孙儿都靠高中了 是吧 嗯 没有负担 这个整天这个花 我是 我是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是自己的 那个孩子就外地打工 把那亚麻原来那老伴看着 后来他们就走了 就把这孩子愣给亚麻了 这孩子领养的 就相当于这孩子 是你们领养的 就这孩子吧 要么说我对 这辈子吧咱们说 我也没少挣钱 但是我对钱看得特别淡薄 要是看你为重 我就不能拉着这孩子了 除了他自己生中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养成这个会吃家的习惯 他自己的亲生父母 有回来再找吗 他自己亲生父母 后来我找着的 找着的 完了我也给他送到亲生父母 送去他带了不到一个月 又跑回来了 他上班 他说一打工去呗 他有负担 没错 是吧 嗯 就我觉得叔叔特别善良啊 他不光是说对自己的家人好 而且还跟一个没有血缘的一个孩子 他属于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特别有同性心和同理心 而且你知道即便他父母找到了 那个孩子跑回来了 也是因为他特别想念叔叔 叔叔因为对他付出那种亲生父亲的爱 而且到最后 孩子还留在叔叔身边工作 所以我觉得那个叔叔是投入了真的父亲的感情 在这孩子身上 所以可见叔叔的人品真的是特别的好 而且有大爱的一个人 所以说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 男嘉宾啊 真的是给你点一个大大的伞 而且对你的人品 我相信在座的啊 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敬佩 你有没有把你这个养子当成一种负担 拿钱想到未来还得给他 哎呀就还得找工作 还得上学拿钱 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你这么说吧 要说心里话 因为你拉扯他了 就是再有负担 你也得往前走了 哎 我想问一下如果 这孩子现在25是吗 嗯 他以后成家还需要你再套钱 成家 那天我跟他 因为他找了他爸了 他打工机早上 他应该给他儿子 儿子送钱 我给他吃早餐 他应该给他做的打工了 我不去跟他吃饭你送钱 哪能给他给他吃饭送我送他吧 对对对 他爸给用来两千 要他买房子 买房子他还找对象 刚才我告诉他 他给用来五万块钱 我说那五万块钱不够 我说他买房子 我也得大点 是不是 也不能不管 因为毕竟是从小拿着大的 所以最笔钱 你已经准备好了是吧 都准备好了 真棒 太 太好了 我真的是 肃然起了镜啊 我觉得叔叔的你虽然身高1米67 但我给那家伙心不大肉形象 你太伟岸了 行啊 真的是给我们连连惊喜 男嘉宾 可能之前呢 可能有很多女士还觉得 你就是咋这样呢 是不是啊 要给谁钱这大的 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男嘉宾真正的人品 我觉得这一点反面 能够称出男嘉宾和她的家里人的这份德行特别好 所以四号女嘉宾 其实您今天真的是如果两个人合适的话 千万不要错 我觉得你是减着宝 是人品可以加婚 但是反正不适合找个人 刚才咱跟四号聊天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女嘉宾反应速度很快 第一点 第二点 她自己有一定之规 你别人改变不了我是吧 就是这样 咱也看一看她经历了怎样的婚姻 我只有一段婚姻 在那个年代我们俩是同学 相处完事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我俩相敬如饼 相亲相爱 其实再合适的两个人都有摩擦 就像这世界上没有 一对完全吻合的齿轮 都需要相互磨合 才会相处得融洽 我们蒙合了三十年 在我六十岁那一年 她都突然去世了 本来我就不太爱说话 在她突然离开之后 身边没有斗嘴的那个人 越来越不适应 你是想找个爱说话的 还是不爱说话的 其实都一样 不想找那些 有那么多框框 我阿姨有一个和我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的男人出现 我越看越碎眼 我想找另一半 这个花这个的钱 希望我俩在一起 开心幸福就好 我发现阿姨 择偶标准特别多 什么身高一米七零以上 还得有住房 要性格 然后其他等等等等 四号你嘉宾 这个我们都在问 这些条条框框 都是谁给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想啥写啥了 对 个头儿得是用啥 就是那不是挺正常吗 男人不都得一米七 就是最底的标准 他想骂一做 他别的买那次 还想要婆娼吗 就是你的理想型是一米七的 对 对吧 但是至于达到达不到 咱看本人在说 那不可能 不可能 就是一米七以上 不行 必须一米七 对啊 就不行 就像咱男嘉宾一米六七 不行 所以就丑了挺正常 就像一个男人 就是一般个儿就行 那说矮就不正常 不是 我说个儿咱们说的思维 这一米七挺正常的 就都一般个儿挺普通的 一米多高啊 对啊 我一米五八 您是正常个儿不 你的矮不算 一米六七 没有 你也不传终解态呢 太 你的矮不算矮 男的矮 不算矮 对啊 你最起码得打到一米七啊 有体面的 丑的得劲啊 这边丑的也得劲啊 就不需要 不想找矮的 这女的 她就在外边溜的 她就接触外边那些 那我原先 我原先找一米七五 所以她 不行 她就在外边溜的 就找个像样的 我也理一下 您有遇到过有一米七的男士 我一直我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没找过 现在因为啥呢 是大了 就觉得孤独了 还有对方必须要有房子是吗 对啊 那你说的 南方必须有房子 我自个儿有住房 我自个儿独立 但是南方必须得有房子 有平数呢 两头住呗 那有个家就行 还有收入呢 也有要求 对 收入三千七八 四千一里的 对方必须是丧偶的 反思还是少的是最为家最好的了 但是要是条件好的话呢 要是有什么离婚的 反正也能考虑考虑 要是相中的话 也就是说你碰到合适的 只要不够一米七 肯定不好使 对 来这样啊 咱先听一听 密室的女嘉宾是怎么看待的啊 都这样年龄不应要求那么高了 就是能过得去就行了 不抽烟不喝酒的了 幸好好点的 那你会有个硬性要求 就是只要你喝酒 你别告诉你喝多少 你沾着酒不行 那没事 少喝点心 不到不用那么苛刻 就是你只要是沾这个一点点了 我肯定怕是这样 再好我也不要你 没那么严厉 没有那个硬性的要求 是不是啊 虽然这个年龄了 但是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 也不想将就 也不想对付 但是吧 取长古短 如果他对人特别好 心机善良 人品特别好 个子矮点 也也可以 那一比八大哥能啥的 他心没在你这儿 你就别影响感情的 你天天跟外吃喝嫖赌 影响感情 你别影响生活的 八百天老不回家 是不着家 这也不行 是不是 对对 不着中调 这都属于影响俩人感情 生活的 是吧 对对 好 谢谢迷世女嘉宾 我特别喜欢干啥的 就是这是差不多的 你初恋是第七的 有 你有情节吗 有 是吧 你看 肯定是有原因 你曾经特别喜欢一个人 他一米七 他在你心目当中 那我都心爱你 这个人不再管 我是这么因为的 他只要是在家庭有一个爱心 他有这个想法很正常 你挺理解他 男嘉宾 你这话我特别赞成 你别是男人 人都说了情感在哪 一定是首先是感觉 如果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感觉就不对 后面就不要谈了 因为没有谈的可能 所以感觉特别重要 但是这里面真的是 非常非常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他的感觉之外 一定要看他的品质 我觉得男嘉宾身上的品质 是特别有赏光的地方 另外一点 姐姐 咱们要看的是什么 对方对你的感觉 因为你对对方的感觉有了 那么对方对你的感觉什么样 对你是不是好 对你是不是心悦诚服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还是好事 毕竟阿姨刚才解释完之后 我这个石头就是落底了 不是说阿姨瞧不上个矮的 也不是说觉得个矮的人 可能是说不优秀 而是他有这种情节 就像心里没有完成的一个愿望 就像我们自己实现一种理想一样 他可能这种情节还没有释放开 所以我觉得阿姨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在未来某一天 你会被某一个男士打动 也不会再受那个身高的限制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不可能 好 这是一种执念 年轻那时候没有实现的 我这时候了 我为什么不把她实现一下 人生统统不留一花 我愿可不早愿给我自个儿过 咱们接着想二位来到我身边 这是非常可爱的一位女士 很可爱 这是我们整个却没有劝动的 当然了 如果这一米七零以上的男士 他想找到他 他认为是他生活最美好的开始 支持你 好不好 加油 来 也请你嘉宾先稍坐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嘞 好嘞 人品挺好 就凭他能劳动到现在 是人品挺好的 其实我挺羡慕四号女嘉宾的 即使是在这个年龄 他依然勾勒着自己心目当中 最完美的那个形象 做老伴 而且他坚信他能够找到 如果真的是 在他勾勒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他是非常憧憬的 哎呀 那我再找的 得那呀那呀那呀 那我觉得他是心中充满希望的 我希望这样一个对的人 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早点出现 来了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有请两位女嘉宾 再次登场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可以到我的城市生活吗 二 牵手之后两个人的财产如何分配 三 多长时间换洗一次床单 四 你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 五 我不想搭伙过日子 你同意吗 六 最想去哪旅游 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男嘉宾 我选择二 牵手后两个人的财产如何分配 顺其自然吧 好 就是互相之间 这个协商解决 四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选择四号 四 你会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 那不能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样各样的有缺点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对方两位女士 选一 一 可以跟我到我的城市生活吗 三号女嘉宾 可以 四号女嘉宾 可以 好的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选择心动时刻 来 男嘉宾 有请三位 贝对贝正好 贝对贝正好 贝不是选的小贝 大贝 很大贝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最终的选择 三 叔叔往上拔一拔 光弯弄高这些 你别说 你俩挺般配 没有说的 你师父怕说有一天领他 这时候新找的老伴别人说太爱了 还没你高呢 师父还怕别人这么说呀 我不怕 这这岁数都怕啥呀 一 那有啥估计呀 这三厘米啊 没啥估计呀 二 我希望我早跟我有共同爱好的 穿一袋包各好一套 他喜欢的 到时候要是真正在一起了 我也支持他 一 请选择 一位是热情开朗的三号女嘉宾 一位是沉着冷静的四号女嘉宾 男嘉宾能否勇敢转身为爱告白 爱的选择答案马上揭晓 还没好 还没好 可谈喘老曼之还没好 老曼之可谈喘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夏秋两季一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请美本 一请选择 好的 非常遗憾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来有请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是 两位女士都挺优秀 您经常看我们的节目是吗 是 所以这句话您是在电视上学的 咱俩在交谈当中 他也表白他的意思 如果他做你的朋友的话 你也不想继续下去 是不是 不太合适 好 那那位呢 三号的嘉宾 他也挺好的 不过咱俩地区住的不一样 您说可以到你城市 到我那个城市 咱们私下再说 再说吧 好了 三号没有转身的原因 我认为再慢慢了解了解 我认为他负担有点重 他们就想私聊 钱要给 那老汉也是 钱要给他钱 这个四号的嘉宾 没有转身的原因 不够一米七 好嘞 这多明确 干脆 那都是借口 他要开一万 你看他干不干 不是个人是吧 对 好 非常遗憾 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依然 把一份祝福送给三位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 那份感情好不好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再见 我要找一个性格向头的 性格好一些的 能够就是在一起 能够共度晚年的 我想找一个 没有不吵也不喝酒的 有点细致的 我想找一个 爱我懂我的男士为伴 没有恶习的 我想寻找一个男人 像个男人的样 比像女人似的事多 我想找一个对我真心 有气质 有男人犯的男人 今天这场节目我发现 这场上三位呢 虽然都有各自的一个 生活标准 以及择偶标准 但是呢 这一场我觉得没怎么 替他们着急 又觉得他们真的挺可爱的 希望他们能够按照 自己的择偶标准 早日找到另一半 非常感谢电视剧